西班牙殖民時期 卡尼是衍生於南部的綿蘭老島一帶 亦有傳是印度帶到菲律賓當地 西班牙殖民時期就是嚴禁了當地人民 不讓他們用兵器、刀 所以他們就抽取當地最某性的藤 卡尼的基本動作有很多不同的角度 不同變化的攻防動作 一些鎖的動作、摔倒的動作 以及一些最大角色的跌扇 卡尼為何會這麼嚇人 這麼多人玩 原因就是他兩支棍碰撞的時候 就在這些角度產生不同的變化 所以就出了很多不同的技術 所以現在電影的慢慢的趨勢 就開始已經是 近幾年就加入了很多關於卡尼的元素 在裡面 只要學一種菲律賓武術的一種門派的話 你就不會真真正正去理解 菲律賓整個體系 因為菲律賓有很多不同的門派 所以除了技術上之外 你都要去理解這一種武術的文化 和予歷史的武術